说起开放世界游戏这个概念,现在的玩家可能已经习以为常了 不过能把这一设定吃透的游戏作品却并不多 这也就导致很多开放世界游戏空有所谓的自由度却并不自由 其实呢,早在SFC时代,就有这么一款游戏把自由度发挥到了淋漓尽致 成功地向世人证明JRPG也可以享受自由 一举成为站在游戏浪漫史上最高峰的神作 同时,这款游戏也是本时代JRPG的出圈名作《八方旅人真正意义上的祖师爷》 发售至今将近30年,仍被粉丝们津津乐道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作品 来自JRPG黄金时代巅峰代表之一的浪漫沙家3 这里是喜欢碎碎念的黑猫 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的视频栏目,怀旧灰狼 时间来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 此时的史克威尔已经成为RPG领域的头号王者 零年堂SFC主计也进入到了巅峰时期 涌现出了众多豪华大作 沙家系列也迎来了这个平台的最终品账 浪漫沙家3的开发从1993年底就开始了 开发团队在经历前两作的成功后 对新作也有了更多的想法 同时也为了面向更广泛的用户 尝试在创新和传统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 核心创作理念就是所有的主角属于同一世界 在冒险过程中相遇逐步构建出关系网 将宏大叙事和自主选择结合起来 1995年11月11日 浪漫沙家3正式发售SFC版 游戏容量比起前作再次翻倍 达到四招 合金球名单上导演 小林至美负责美术设计 伊藤贤责音乐创作 这三位天才组成的黄金搭档 继续给玩家带来了惊喜 浪漫沙家3是整个系列第六部作品 也是SFC三部曲的收尾之作 非线性故事和可重复体验 仍然是代表性特色 多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固执线 让玩家从不同视角体验游戏世界 除了主要剧情外 还有大量直下任务 本作的故事围绕着名为 莫拉斯特鲁姆的崛起展开 这是黑暗恒星挡住太阳的恐怖世界 每三百年就会发生一次 会导致星球上大量生命的死亡 六百年前第一次 莫拉斯特鲁姆崛起期间 一个小孩幸存下来 从此拥有巨大的力量 并摧毁了整个世界 三百年后 另一个孩子再次反抗命运 他打败了邪恶 拯救了和平 现在莫拉斯特鲁姆的崛起再次袭来 世界的命运悬而未决 是否还会有新的命运之子出现 究竟是代表着正义 邪恶 还是神秘的其他力量 游戏采用四兆的卡带容量 除去那些带有特殊芯片的作品 这已经是SFC常规游戏的最大标准 画面表现自然是达到了 2D像素风格的顶级水平 无论我方角色还是敌人 造型大气的同时 细节丰富 还有华丽的攻击和魔法特效动画 甚至超过了同期的最终幻想6 让玩家在体验故事的同时 享受了视觉盛念 本作的故事设计回到了类似初代模式 共有八名主角可以选择 不同视角体验世界这个系列核心特征 依然保留 各自踏上不同征途的同时 又在为完成同一使命而做出贡献 除了主角之外 玩家还可以在游戏过程中 招募到形形色色的伙伴加入队伍 值得一提的是 名为Mistar的引游识人 他在前两作中都有出现 这次终于可以加入队伍 很多玩家都将其视作串联式的精神人物 就像是最终幻想系列中的希德 这也是SFC版三部曲内容 为数不多的直接关联 游戏中 玩家可以自由决定 城镇和迷宫的攻略顺序 前作中我非常喜欢的 国土扩张策略玩法 这次没有保留 不过某些任务会让你有机会指挥整个军队 以类似战级推演的形式进行战斗 虽然实际效果不能和正统策略游戏相比 但还是能体会到 设计者对于丰富玩法的大胆创新 除了传统的冒险外 游戏中还设计了大量世界 让玩家充分领略世界历史 和每个角色背后的故事 像乘坐战车竞速追逐 通过金钱交易收购资产等内容 都是传统JPG作品中非常少见的 给人一种设计者想法非常狂野好玩的感觉 合金丘敏的设计 让玩家非常主动的沉迷在各种支下任务中不能自拔 比起一些同类作品中出现的需要重复链击 赚钱 刷刀具体验要好很多 本作的战斗系统仍然采用了史克威尔经典的回合日 玩家的角色 可以使用多种武器技能和法术 在前作中备受好评的闪悟系统得到了保留 随着同类武器使用次数不断增加 就能出现机会让角色习得强力技能 如果你觉得传统方式过于繁琐 这一代还提供了新颖的指挥官模式 主角作战后方设定指令 队伍同伴则自动进行战斗 另外在角色成长方面 游戏没有采用同类玩法常见的升级体系 而是根据其在战斗中的表现 更为自由灵活提升能力 沙家系列独特的LP生命值系统 也给玩家带来了巨大挑战 传统的HP更像是可以方便回复的护盾 降至0时再受到攻击就会损失LP 生命值降至0角色就会退出队伍 但可以再次招募 但主角LP至0游戏就结束了 整体上看 这一次的游戏难度有所下降 即使没有接触过GRPG的新人 也能轻松上手顺利同棍 丰富的新玩法并没有提高门槛 浪漫沙家3发售后取得了130万套的销量 再次把系列整体表现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SFC版三部均为百万级别销量 可以说是当时史克威尔旗下 仅次于最终幻想系列的二号王牌 不过遗憾的是 这三款作品当年都没有在日本以外的地区发行 影响了普及程度 恐怕和当时的开发环境 以及发行策略有关 那时候的游戏不同语言版本要单独制作 存储字符的空间有限 需要大量删改 不像现在可以通过独立的多语言脚本 轻松实现 像当年最终幻想5 就因为没有英文版 让玩家们耿耿于怀 时间来到2000年的夏天 此时电脑模拟器技术得到飞速发展 名为Mandasour的爱好者小组 完成了浪漫沙家3英文版翻译制作 以免费ROM的形式分享 弥补了官方没有海外发售的遗憾 2017年 核心丘敏宣布 本作将在索尼PSV掌机和移动端 推出重制版 有粉丝问到海外版情况 核心在推特上 给予了肯定恢复 但要等到日本地区发布之后 2018年东京TGS游戏展上 SE社表示 浪漫沙家2和浪漫沙家3 都将在全平台推出 而2019年11月11日 就在SFC原版发售24周年之际 浪漫沙家3在主机 电脑移动等全平台推出了高清重制版 虽然没有像初代那样 使用3D引擎全新制作 但游戏场景和UI仍然进行了重绘 各种角色则保持了像素原貌 这种陈年老酒坏心灵的方式 让玩家体验经典设计的同时 感受到硬件发展带来的巨大进化 操作着颗粒像素风格的角色 走在精致地图环境中 有一种独特的穿越感觉 此外一些boss战中也加入了全新的动画特效 这些都让新老玩家有了强烈动力回归 最值得议题的是 增加了全新的黑暗迷宫场景 故事流程推进到一定阶段即可解锁 玩家又在看不清道路的黑暗环境中 摸索前行 寻找部分角色失落的回忆 这种相当于隐藏扩展情节的设计 绝对不会让忠实粉丝失望 作为一款重制版游戏 自然会针对现代玩家习惯进行功能强化改良 大幅增加的存档点和自动保存功能 都让那些没有经历过传统慢剪奏JRPG的新人感到轻松 另外继承部分进度的重新游玩功能 也把多角色视角这个最重要的特色充分表现出来 与此同时 新版也考虑到老玩家的习惯 可以在选项中关闭新功能 就可以体验到仅仅是画面强化的原汁原味内容 另外在游戏菜单中新增了冒险技功能 你可以完整回顾以往的冒险经历 就像是备忘录一样 可以随时充分举行 伊藤贤志的音乐创作再次得到了充分展现 它没有局限于某个特定的主题 多种风格的曲目 也进一步烘托了游戏世界的多样性 与游戏同期发售的原生音乐 采用了3CD豪华配置 共有70首曲目 时至今日仍然在Apple Music等平台广泛流传 SFC主机的《浪漫沙家》三部曲 被很多玩家认为是整个系列最顶级的表现 也是当年JRPG黄金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品 算得上史克威尔旗下仅次于最终幻想的品牌 系列开发者积极求变的创新精神 让整个品牌在JRPG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并延续之一 如今在现代硬件平台上 《浪漫沙家》前两作都迎来了全新隐形的完全重置 我非常期待未来出现《浪漫沙家3》的全新体验 无论你之前是否玩过原作 甚至哪怕都没有接触过JRPG 本作都是绝对值得上手体验的 冬天的音乐更会让你终身难忘 如果你最近玩你的3A大作不如换换口碑 跟着我们来一次复古怀旧之旅 体验老游戏的魅力 传播游戏文化共赏第九艺术 视频最后 为求各位点赞关注三连支持一下 您的支持就是我们更新的动力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